來吧龜龜 這野區打造型 可以可以 有派克在冰女戰 團不團 這兩個英雄一擊團蠻厲害的 但是沒人過來 這鉤子空了算了 空了就算了 直接在對面野區開吧 冷龜拉莫斯 欸怎麼W沒開 招星去他們兩個要死 看著招星有沒有去 這個魚沒血 可以抓來而且壓線 我追著這個造型打 他打不過我們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讓下路 玩點上線的原因 因為這種下路都會想去蹲對面 但是蹲了他又打時間太久 會導致對面打野支援到了 然後他們就會 這個魚猶豫了 所以他第一時間能走 還要小心 不要抉擇 我沒人 很難 你會來 不然 不然 你會來 我沒有人 來,打吧,從來,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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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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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打我 standard就打自己,再從了A的越快,死得越快 這龍蕊是操姓的爺爺 等他Q3的时候再异弹 再后我们空的同时他挑飞也浪费掉了 来个爷爷背心 满血两个冰里去了 我到了我到了 小帅哥 哎呀这造型真男人就是干 怂都不带怂的 见面直接上 我就喜欢这样的对手 比较单纯一点 马上升6了 直接可以来一波超远距离干壳 这把升6还挺快的 好稳的鳄鱼皮摊都不摊一下 他好像知道我支援比较快要来的样子 太稳健了 哦 冰里有大了可以去支援一下 早点把防甲打出来 防甲是龙龟的核心装备 冰里怎么去游了 这鱼好像把E给了 追回来了 别开机跑 不然我感觉盖伦要死 你这过来送我是没想到的 赤死卢龟 好 诶他摊了皮了 直接啊 抹回来了 够回来了 拿到追 一拉回来 应该烧死 回血 升级了他 我需要 中文 对于这种不打游戏不玩龙龟的人 你很难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不鲜艺 我只能说看一下技能描述你就知道了 特别是这种致命节奏龙龟 有所欣 有所欣 这个鱼挺稳的 这个鱼挺烦的 我只能说这个鱼挺烦的 他们还能够住 这种鱼挺烦的 这种鱼挺烦的 就是这种鱼挺烦的 这下路要压线可以来抓一下 这边有迅捷线加速 二路距离会比较远一点 再顶一下他 他要帮他扛 大过去 都拉回来 再给他顶回去 他这个批有点绿色 他想要不要出水银血我想一下呢 有点不是很想买算了买一个吧 感觉不买待会会后悔 哦 哦 可以的变样打不断我 这时候在E 迷迷节都叠起来了 这鲁鲁鲁想帮他挡 老头子坏得很 他走远了再E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输出频率时间 特别是Q完之后有减速的 有些人天天游戏也不打技能也不了解 就凭想象的来 想象中可以怎么样 其实这种想象力也是好的 可以去拳头当一下英雄的设计师 按照想象的来就可以了 特别是龙龟前两集的E控制时间很短 跟没有差不多 E的等级高的控制时间才9 所以你Q完先E就跟Q的减速时间重叠了 约等于没有空这样的 我们Q的话减速1秒80的减速现在 这一级的E才1.2秒 基本上你QE的话两个控制就重叠浪费掉了 所以一般就是我们先Q减速A个几下再开E他走的时候 它控制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了 特别我们这个致命节奏打法是偏输出流的 先A几下得叠致命的节奏的层数再开E 攻速就很快了 先让攻速变快还可以续我们的W持续时间 等下队友没过来先退远 等下队友没过来先退远 要开二部 不开二队来不及了 他这部要P了 给他E回来 给你过来 所以龙龟这个英雄想玩的厉害啊 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东西 这个英雄的细节很多的 想玩的厉害想杀对面 什么时候给技能很关键 这龙没办法了 拿个先锋止损一下吧 油猛造型 一会来 对着他点 特别几下 你那么喜欢保护队友 那你玩辅助去啊 有些人就觉得你 玩个龙龟玩个打野 就得给队友当工具人 谁说龙龟不能C的 龙龟打这个阵容伤害很高的 然后 队友坑了C不动 你还得C队友 你还给队友烂经济 知道你在玩打野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在当保姆呢 队友坑了你还不能讲 你还得哄他带他赢 这就是有些人对打野的要求标准 对主播的要求标准 那个太难 我们这是游戏直播间 不是家政服务直播间 他可能来错地方 感觉你这个要求的话 感觉在找月少 龙龟一家致命的这种攻速很快的 打这个被动的伤害就可以了 看一看 我之前要说要补个什么来着的 补个日眼吗 两个进着 你看 你看讲道理讲不过就开始了 主播不就这样的吗 网络戏子 上升到什么职业人生攻击去了 你说这种人 你非要这么聊天的话 我只能说你现实过得有点不太如一眼 你非要这么聊聊天的话 我就只能这么跟你聊了 这些人真有意思 所以他 他也不是在跟你讨论一个事实 他只是在 宣泄一下 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 随便找个理由 他也不是在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对与错而已 他只是在借着一个事情的对与错 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 那为什么他内心会有不满 我跟他又不认识 那只能说明他 过得有点不太如意 现实里面又发泄不出来 只能在网络上找存在感 我这个分析是不是有理有据呢 这三个人都打不动我 我现在护甲应该是500点左右 400点到500点吧 开W的情况下 这一件来个什么 圣约没必要 我已经有魔看在了 来个绑架吧 就单纯的讨论一下 我刚才又不是在回你 我刚才说了 我在回那个人身攻击的弹幕 你刚才单纯的讨论一下 我也单纯的回你一下 给你解释了 给你上技能描述了 解说了 难道没有回你 没跟你再讨论吗 只是在回刚才人身攻击那个人 你不会带路到里面去了 我都指明道姓说那个人了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说你跟我讨论的那个问题 女像要死了 有些人又要我不讲 那我肯定要讲的 我现在告诉你我要讲了 那你还要不要看呢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要讲 而且我不告诉你 你发了让我不讲 你改变不了我的 那你还要不要看呢 嗯 看我都已经这么跟他说了 他可能还要看 而且他还要发这个弹幕 他还要讲 其实我刚才都说完第一个问题 我都不想讲 只是那个人第二个人的问题 我才回复的 但是有些人还在以为我在聊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没在聊第一个问题 我已经结束了 只是有个弹幕讨论了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我才聊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主播讲的话 你就不要抛出一个新的问题去聊 你新的问题去聊的话 你让我感觉到不是 那我肯定或者你想问问题的话 讨论我肯定会回你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不是在我的身上知道吗 看下这个伤害表了 主要还是物理伤害比较高啊 我在想要不要来个蓝盾 他造型的Q三段其实是暴击的 但是这个女枪好像 这女枪是什么 这女枪是穿甲的 那还好其实 来个绑甲也可以 不是 他很喜欢 的 有这个 我一定发现 他 那 可能 我 有没有 不 聪明刀别买,我买过不好用 我们不是靠攻速打伤害纯攻速特效流 我们是靠被动打伤害 被动挨打跟打对面都能触发得了 所以才需要出攻速 不要搞错了 跟你们想象的那种特效流是不一样 看到这个被动没有 我待会还没点满 打我有点痛啊 是不是刀里没打开啊 2100 1500 嗯,我需要这个物理减伤来一下 1,2,3,3,1 这是非常奇怪 Water,2,4,3,3,4,5,3 eigene手 先把他殺掉了 這龍不要給對面了,我找一下,感覺前面有人在 W沒了就先退一下,沒W的龍龜其實是不肉的,W好就可以回頭找他打 全是魔法傷害啊,感覺不行,他這樣的話你物理傷害也高,魔法傷害也高 他出啥了,法庭辦沒法庭辦,他只是帽子了 感覺這樣的話你又需要護甲,又需要魔看,那就只能出這個了 只有這個 前兩波 物理傷害打我們疼 這波魔法傷害打我們疼 這波魔法傷害打我們疼 可以殺鱷魚是不是 我覺得WZ還是能頂一頂 WZ就得退一退 鱷魚也挺肉的 頂不住了,頂不住了 感覺我吃了一萬個技能 還心補了點魔看,布蘭感覺又要死了 還想逃你嗎 我現在覺得我綁甲待會都不要了 綁甲他只是機動性比較強一點 這個裝備的屬性比較拉胯 坦度上面來講的話有點欠缺這個東西 但是這把沒有單單代的條件 所以這個破劍者肯定是要不了的 不然搞個破劍者來也行 我這把沒有點爆破的 但是點爆破出個破劍拆塔其實蠻快的 2100再買個藥感覺可以換 換一個什麼好的 我感覺出個聲韻也可以 我覺得買個深淵挺好 再來個鋼鐵合技完美 深淵還能補點傷害這樣 全死了 但是感覺能打,卡莎過來就可以了 卡莎過來就可以了 把他來一下 可以打可以打 跟上跟上 你別看戲啊 你在看戲我都殺完了 有大有閃 怕什麼呀 真要1打5嗎 跟下菲爾 剛才那個血量阿過來QA一下全死了 直接來個艾卡西亞的暴雨就可以了 直接來個艾卡西亞的暴雨就可以了 這個人玩的有點慫 這個人玩的有點慫呢 還行吧 這波深淵打了400多的血 剛才直接阿Q就殺完了 全是殘血 他不敢操作這個人 這種CV不敢打傷害 反而靠個坦克打傷害 打完這把 我的傷害可能會出乎你們的想像 他們打也死了可以大龍 來個AD就行 給我來個傷害工具 我來開我來開 我來開 輸出 點了頭 沒W先退一下 有W我們再上 退一下 自殺惡魚吧 這卡他只要來誰點誰就完了 跟著我後面撿人頭這回 我點在前面 他們根本都打不動我 反甲反了2萬血 我們這個打法的龍龜傷害很高的 招心要過來 這招心藏在哪樓 我看一下我感覺他就在附近 看到沒 我直接可以頂著塔把他做掉 等他要跑了再E 在他Q3的時候再E他 再控制底下 互機充施 他前兩張Q先別用E 你們在玩什麼 我們這個血量太少了 這個巨龍是一個轉折點 避一波來避一波來 你們說這個兵女有點沒睡醒 別死人了 死人要掉龍了 趕緊B一波出來 穩一點 這波巨龍很關鍵 拉到就贏 哪邊拉到哪邊贏 先殺這個造型 艾倫大寶劍秒了 大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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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寶劍呢 來 頭粉留下 這女槍不敢打我 來來 給你點 給你點 點 再點 沒DF先退一下 卡塞 卡塞在打巨龍 馬上有BUFF 馬上有BUFF 打得過 打得過 OK 我瞄了一眼小地圖 雖然我沒有切過去 但是我算了一下 心算了一下 這就是來自一個老江國的經驗 這波你們肯定會說沒巨龍我就死了 但是我提前講了 沒有巨龍 那我不會打的 我要是沒有提前說你們可能覺得在炸虎 但是我提前講你們就會只會覺得這個主播玩得很牛逼啊 這卡塞也滿錢了他 我說他怎麼要給我爛錢呢 來刷個F7 要跑了 老本拉回來 先秒一個5打4加巨龍 應該是贏了 就壓個起車 這把傷害當然是我們最高了 這有些英雄對 不是有些人對有些位置或者英雄有刻板的印象 覺得你一個這個英雄就該這麼打 那你要是這麼說的話 你打傷害了你就要一定要打傷 那為什麼很多人吃了經濟他打不出傷害瞬間就暴斃了呢 重點是要看你的作用 如果你一個ad你c不了你就不能叫adc 你只能叫ad知道嗎